欢迎来到爱家 好医生 现在很多家庭 尤其都市的家庭 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定期的装潢 翻销一下房子 让我们住起来更舒服 如果没有小孩子 当然就是随着自己的品位 自己的经济能力 就爱怎么样装潢 就怎么样装潢 可是有了小孩之后 就多了一个顾虑 就是这样的一个装潢的样貌或品质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孩子健康 如果小孩更小 这小baby 我们更是会担心 有一些化学物质的残留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 Lala妈妈 她想问我们的问题 我们听听看她怎么说 欢迎师 您好 我是Lala妈妈 那我们刚搬新家 然后想请问欢迎师 如果之后想要添购一些家具 是不是在小朋友方面 是不是要住一些什么 因为我两个小朋友 都有一味性皮肤炎 那我听说甲犬对小朋友 是一个非常影响很大的 那如果我在挑家具的时候 我是要怎么样评断说 这个家具对小朋友 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秉持着我们爱家好医生 要有科学研究的精神 看来我要亲自到 Lala妈妈家走一走 看看他们家的装潢 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我们来到 一个新手妈妈的家 这个新儒 她有两个小孩 一个刚出生小baby 没多久 一个是两岁多的姐姐 他们搬了新家 然后里面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装潢上的疑虑 想要问我一下 还有问专家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 我们进到她家看看吧 哈喽 欢迎你 你好 请进 鞋子坐外面吗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哇 真的有新家的味道耶 是吗 搬来多久了啊 快一个月了 所以你们在当初 想搬进来的时候 有特别跟老公讨论说 我们装潢的时候要 用什么样子 比如说粉刷要用哪一种 比较环保的啊 可能就是乳胶期 小朋友那种吸到 不会怎么样那一种 对 只有这个耶 家具咧 家具的话 不能有甲犬呢 因为老公挑的耶 真的哦 这都老公挑的 但是里面有没有 夫妻有没有特别沟通一下 没有 没有耶 家具就没有特别沟通 就依他为主 那你自己有闻到这种新家的味道吗 譬如说你从外面进来 你会觉得说 哎呦 这就是新家具的这种香味 没有 没有 我们从家具进来到现在 我就觉得还好 都还好 不会特别的那种味道 不会特别刺鼻啦 不会不会 你们家有人有过敏体质吗 有两个都是过敏体质 真的吗 都是异味性皮肤炎 真的哦 两个都是 嗯 它还好吧 它的异味性长在哪里 它比较偏像脖子 就是脖子 脖子这边 哦 有一点耶 然后腿 那我弟弟的话就是脸 就是天气变化大 它就会开始很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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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开始脱皮啊这样子 很严重 弟弟比较严重一点 姐姐的话就是偏身体的部分 那本来这一个月 他们的过敏症状怎么样 差不多 弟弟 弟弟比较敏感 真的哦 姐姐是还好 像这个冷气什么 都是你们自己决定怎么装的 对 不是说上一个人留下来 不是因为我们一来就真的是空屋 是空屋吗 这是空屋 好 那里面的房间有做什么装潢吗 还是就是床 衣柜 有我们因为小朋友 我们就稍微就是可能会铺地垫 然后该脚的插头什么 我们就装一些防护盖 这样子 弟弟在睡觉是不是 弟弟在睡觉 小声一点去看看他的房间 弟弟在这里睡觉 因为他睡这边 因为他都跟爸爸睡 所以我们怕他跌 他这边就会铺地垫 然后这个是乳胶起的 然后小朋友有点可爱的东西 是 但这个床也是新的 没有 这个床的话就是从旧家搬过来的 这个窗帘也是旧家搬过来的 不是这是新的 它冷气这些都是分离式的 所以我们也许要讨论的重点会在于 如果今天我们 假设你还要添购新的家具 或者是未来我们有一些 爸爸妈妈们帮小朋友 在找新的这个 帮他装网新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注意哪些 建材或家具材质的选择 是不是有一些认证 或是有什么样探测的方法 让我们知道 这个里面是对孩子的生长 尤其是过敏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 这种化学物质暴露是减少的 我们听一下爱家团团怎么说 Lala妈妈问的问题 我想我一个人应该是无法回答了 尤其这么专业的 有关装潢或是材料的问题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 来一起解决 装潢家里对孩子健康的问题 一位是我们的板材专家 熊清华先生 还有装潢设计师李世荣设计师 一起来讨论 让我们装潢更健康 现在很多那种健康节目 都会找一些像环境医学的医生 或是健康记者 或像我这种讲小朋友的过敏什么 我们都会提到一个学界的名词 就是说病态建筑症候群 我看美国那个 他们那是叫什么EPA 就是那个环境保护的那个网站 他们也是针对这个 然后就讲说 为什么住在这里会不健康 就是可能有些挥发性有机物质 可能有些是生物性 有时候沉满的霉菌 还有等等等等这些 有时候是忍自己制造的 比如说在里面抽烟 然后三手烟之类的 然后我其实就有病人真的是会这样 他就跟我说他的过敏 他住在家里面就很惨 后来他就是有一天刚好去 不知道南部或是中部 从这个亲戚家住就好了 再搬回来又发了 如果以台湾对于建材 或者是这些材质的要求的标准 跟假设美国比 或者是各位认为比较先进国家比 我们的现在台湾人 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 建材的选择 我们是得到保障的吗 我们现在室内 建筑物室内装修要送审 那么就是我们如果 我们一般的 我们的委托的承报商 他用一个合法管道 大型的建材供应商 取得的建材 基本上都是要符合政府法规的 都是有绿建筑的认证 是 其实亚洲的规范 会比西方来的严格 真的 这个原因是因为亚洲的集合住宅的比例比较高 居住比较密集 房子比较小 像西方房子它们比较大 通风比较好 所以亚洲对于这些 挥发性物质的规范 事实上是来的比西方严格 是 所以是好消息 是好消息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去花一点心思去挑选 然后找正常管道来 其实我们是可以得到保障 太好了 至少这个是一个 我们开场先让大家能放心的 是好消息 那就来回答Lala妈妈的问题 它 第一个我们先讲墙壁好了 就是它用乳胶漆是OK的吗 乳胶漆因为它是一个水溶性的涂料 基本上因为我们讲 我们那个名词叫油漆油漆 过去的那个涂料是用油性的 又要用溶剂去溶解的 所以有了溶剂这个介质之后 它会产生一些挥发 有些不好的化学原料 乳胶漆相对后来这样的产品 它的安全性高很多 但是重点是说乳胶漆 那个油漆里面 在国外也有在研究 它比较care的一个问题 就是重金属的污染 是 因为那个色母也是一种矿物质 会危害到小孩子 它去抓 对 或是说有一些粉蟹 然后它有时候去舔 那个重金属就吃下去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在做装潢之前 你把你家庭的需求 跟设计师好好沟通一下 因为每个家庭 会碰到的问题不一样 你有老人 有小孩 有孕妇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然后你把这个需求讲的 事前我们讲得很清楚的时候 设计师会用他的专业 可以帮你找到最好的建材 最好的工法 如果像LALA 她现在是新装潢的房子 那她要注意什么呢 建筑装修 我们从环境上来讲 我们区分成六个区块 天 地 壁 门 窗 起 天是天花板吗 天花板 然后地就是地板 然后壁是墙壁 然后门窗 再来一个器 所有的器就是说 包括我固定的 活动的 我的家具 我的位置 我所有的器材 所有里面会出现的那些东西 我们就叫器具 从这个六个项目里面 我们来一一检讨 我们用到什么东西 天花板你会用到的 一定是板材 会碰到油漆 天花板就是这个问题 墙壁你可能会贴到壁纸 壁纸后面就有胶 要不然你刷油漆 油漆我们刚刚检讨 是不是它有重金属的问题 再来要不然你贴墨纹壁板 它是不是有甲醛 天地壁 地板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这个 刚刚也要讲到 如果是墨头地板 它也是甲醛的问题 如果是磁砖 磁砖类 它会不会产生 因为太滑 会不会老人会摔倒 这也是一个问题 门窗器 门窗我们一般来讲 检讨的是一个是防台 一个是防火 大概是主要是在这个问题 气的话那也就是说 包括你的沙发 那个会有些别的议题 对 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 很担心甲醛 对健康的危害 是怎么样能够 真正把关到 让我们的建材的甲醛量 不要超标 绿建材的认证 对 那包括现在用的沿桌剂 为什么现在用乳胶漆 诸如此类 很多东西现在都在规范 现在的规定 已经比以前要严谨很多 但是它 当然还有改进的空间 再慢慢在做 那先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们设计师 常常被人家挑战的问题 不是说你甲醛太多 是你甲醛太少 有人要甲醛多的是不是 甲醛是什么东西 它除了是一个焦合剂 那它也是一种 杀虫灭枣的 一种化学物质 过去我们的木板 因为木板是从 原始丛林中砍出来的 它本身就有一些 虫的包子在里面 过去是用甲醛 等于说去杀虫 那现在政府 法规规定是要低甲醛 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有时候 就是杀虫不完全 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很矛盾的地方 所以也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少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最重要的就是 确认业者所提供出来的材料 是符合政府的规范 好 所以这第一步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先确认 这个材料是符合政府的规范 怎么确认呢 是 怎么确认 这个材料是符合政府的规范 就是要请这个业者 提出相关的检测证明 是 如果这个东西是进口的 或者是在台湾制造的 它都要在上架之前 去做完检测的这个动作 它才能够上架 所以这个检测报告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种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这个检测报告是由 中央标准检验局所去做的 一定要确认这一个产品 它是符合规范的 符合政府的规范 所以假设像你今天 带来的一个示范是 复合木质地板 那它就有告诉你说 它的甲醛释出量 有最大值跟平均值 然后就告诉你说 它是符合规范的 这个上面还有写一个F1 F2 F3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木板的部分 它的甲醛的标准分成三个 第一个就是F1 甲醛含上最低的 甲醛平均值是0.3mg per liter以下 对0.3至0.4 它是一个范围区间 对 那F2它是0.5到0.7 再上去的话就是1.5到1.7 是F3 对 超过这个就是不合格 那上面就会写不合格 它也不会拿给你看的 对 它最低要符合F3 对 F3是最基本的 是 好的 我这边补充一点 如果说你居住的环境是一个 天生就比较潮湿的 是 我会建议说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你要用那个甲醛的含量 稍微高一点 就到F2这样 F3 甚至到F3 但是就是说你也不要怕到 它这个F3的问题 这还是在政府合法允许的范围值之内 对 那现在还有一种专业的公司 就是可以事后再帮你处理那个去甲醛 是 除了我们的木头剑才有认证之外 像刚刚讲的壁纸啊漆啊 也会有认证的报告吗 会 都会有 OK 所以刚才讲的 不管是重金属的疑虑啊什么 其实上面都会出现 是 好 这第一关 我们希望能够先看到认证报告 来源正确 再来 再来这边做个小提醒 就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 在施作完之后 尤其是木地板 像我们市面上常见的超耐磨或是海岛型 甚至石木 木地板施作完之后 它会有粉尘跟屑屑 这东西一定要清洁干净 是 需要清净机放一天之类的吗 那更好 那更好 对 因为甲醛它事实上是会挥发的 所以你让这个环境去做到通风 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之后 其实过了一段时间 一天至两天 那个就不会有味道存在了 我很好奇 刚才没有提到 那年酌剂的部分 所有的焦合的材料 它也有它的认证标准跟使用规范 是 以地板来讲 它有两种施工方式 一种是干制施工 就是用平铺的 漂浮式施工 它是直接把材料 用卡榫的方式做连接 像乐膏一样 有点像 有点像乐膏那样 那这个做起来就不会有浇水 对 常常看到就是 这个超耐磨木的地板 它把整块的木头绞成木粉之后 再去做焦合各种东西 那这个焦合的焦就含有甲醛 是 所以这一块 就是这个机材在进口的时候 也需要做到甲醛的测试 但这个在这张纸就看得出来 这张纸就看得出来 那第二种是施式施工 它就是像海盗型的施木 它是用笋接的 并不是用卡扣的 笋接的话 它就必须要焦合或是上钉 才能够让这个材料就是更稳固 这个焦水就要特别去注意它 那如果说做完之后 有刺鼻味道 或者是说这个 闻起来这个 正让眼睛不舒服的话 就一定要把虫肤打开 因为这一开始浓度会比较高 但是施做完 那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下降 会怕掉的 只要是符合政府规范 做好清洁 以及达到通风采光这些条件下 木头的家具使用起来都是非常安全的 除了通风之外 有没有什么补 像刚刚好像有说到有些补强的方法 可能要找专业的出甲醛公司 那他们会用的 有些是用药剂的 有的是一些不同的 可能有物理性的方式去解决 还有一种是用光离分子 所谓光触媒 这也是一个处理的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刚刚说 天 地 壁 那门窗我们不管了 器 器具啊 或者是这个家具啊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这个时候我们是买系统的 还是什么 也是就是找认证吗 我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材料 就是这个我们在 系统在家具里面很常用到的一个材料 叫做盒板 对 那盒板它有两种 一种是叫 这个我现在带给大家看的 叫做塑盒板 英文叫做particle board 那这个材料 它是用木头把它绞成木屑 再去做胶盒 对 胶水是用有甲醛的去做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它的 这个 甲醛含量 跟它所减负的测试报告 但是买来的时候 就可以先看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减负的证明吗 如果是跟这个系统柜厂商 做这个柜子的话 那可以请他减负 但如果我们去到 比如说 BMQ啊 比如说IKEA 比如说 无印良品 这些地方去买这个 现成家具 是 那我们就可以再注意 另外一个东西 它会在盒子上面 一般都在盒子上面做标示 这个贴纸 它就是这个进口进来之后 台湾的厂商需要去做的说明 是 说明标签这样子 那它会特别注明一个 这个甲犬E1硕合版 欧洲的这个检验标准 跟台湾的名字不太一样 这个欧洲叫做E0E1E2 那它大约就等于 台湾的F1 F2 F3 OK 这个甲犬含量的转换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是不是木头的呢 我们讲台面 台面在台湾大概一般 用的台面大概以那个 原造石居多 原造石这个我现在 一个开中名义的定义 基本上是另外一种塑胶 既然是塑胶的话 那你那个滚烫的锅子 你就不要去放上去 再来讲到这个大理石 我们刚刚讲过欧洲的 你看到那个糖果店 通常是一块白色大理石 去做这个事 那我叫台湾的那个设计师 帮我家里做一个白色大理石 我在家里做这个事情 可不可以 还是不可以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食材 你要完工的时候 因为食材是天然的 它上面有毛细孔 所以在完工交给你的时候 它上面要涂一层防护剂 就好像我们讲汽车 要打一层蜡 就是这样子一样的道理 那这层防护剂就有等级了 在国外来讲 这层防护剂有一种叫做FUSA 食品安全认证 那它里面不含那些 不该有的东西 那你台湾假如我们那是一般的 你没有跟人家讲 人家是做地板的标准 它可以你弄上去 涂上去 然后你那个糖浆弄上去 你面团揉进去 面团是酸的 这个也许我们讲的 是比较龟毛一点 这个你这样揉一揉 这个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好 所以看起来都是大理石 可是人家那个电视 那个travel and living 那个大厨 哇 那种 其实那个上面的涂料 是可食用的 我刚刚想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沙发 因为好久以前 曾经有那种黑心沙发的 那个新闻 那后来其实 像如果我在建议的时候 我们面对病人有过敏体质 我们都会尽量希望 它是用皮的沙发 因为布沙发容易卡成蛮霉菌 不容易清 那可是皮的呢 后来就发现 他们可能买到的皮沙发 反而那个甲醛量很高 跟熊先生讲的一样 要提出那个一个政府的认证 是 像我一些病人 他的还 他的状况是 他已经就都买了 他们家是用藤椅 那上面是放沙发店 就豆干一块一块 那我就说好 那至少你那一块一块豆干 那你里面套防满套 或者是里面就倒塑胶带好了 那外面当然就套沙发套 那以后你就拆沙发套去洗就好了 那我至少沙发套本身 我可以清洁 那里面垫子就比较不会卡 霉菌啊 细菌啊 什么的 就是对于那个 有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讲 那最后一个 以空调的状况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建议 现在所谓室内机室外机 那个分离式冷气 就是我们自己居家的 有两件事情你要注意 第一个那个滤网 要常常拿出来 你要把它清理干净 可以的话你用吸尘器 把那边稍微吸干净 灰尘尘满吸一下 大概这个你平常做这个保养 再有一个事情大家很容易疏忽 你的冷气都很好 你的冷媒都很够 然后结果它漏水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排水管 那个分离式冷气 其实上面会有个排水管 它排水管的灰尘阻塞 这其实不是问题 你就把它弄通就好了 你就随时要保养一下就对了 这个是很简单的动作 至于说那个厂商 就是说你请厂商 来洗你的冷气的话 我的建议是说 大概每年你要洗一次 每年洗一次 因为它会洗到 里面比较深层的 然后那个我们表面 那个壁网 我们触不到的 可能里面有些黑霉 就是我们讲 那个退伍军人 症候群的那个诱因 对 两位专家可以给我们最后 对观众朋友做个建议 就是如果希望我们的孩子 能够住在一个健康的建筑物里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醒 要跟我们大家讲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政府机关所 规范的这个合格的材料 做出来的产品 这是第一个 对 再来就是事后清洁 事后清洁一定要做好 那我这边就补充一点 通风要良好 光线要好 是 然后呢 再来就是可能就是说 我们能够控制的 如果你定时的厨师 定时的去做一些空气的滤清 那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看了今天这一集我也学了很多 我想拉拉妈妈 应该也可以有一些概念 将来再挑选更多家具的时候 还有他们家在整理的时候 有更多的这种正确的知识 也希望今天大家观众朋友很有收获 如果你家有零到18岁 孩子有身心灵问题 我们爱家好医生到你家家访 也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动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今天让我听到最放心的讯息就是 其实台湾的法规的标准 是蛮严格的 所以只要我们不要贪小费 便宜 用有认证的建材跟好的 设计师跟这个建材 提供的厂商 能够有良好的互动 相信我们可以帮孩子 打造一个很健康的居住环境